诗篇第二十六篇 我没有和虚晃人同坐 也不与满哄人的同情 我恨恶恶人的会 必不与恶人同坐 耶和华 我要洗手表明无辜 才环绕你的祭坛 我好发称谢的身影 也要诉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 耶和华 我喜爱你所住的殿 和你显荣耀的居所 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 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 他们的手中有奸恶 右手满有贿赂 至于我却要行事存全 求你救赎我 连续我 我的脚站在平坦地方 在众会中 我要称诵耶和华 诗篇第二十七篇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是我的拯救 我还怕谁呢 耶和华是我性命的宝藏 我还拒谁呢 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 前来吃我肉的时候 就半跌扑倒 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 我的心也不害怕 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 我必仍旧安稳 有一件事 我曾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瞻仰她的荣美 在她的殿里求问 因为我遭遇患烂 她必暗暗地保守我 在她亭子里 把我藏在她帐幕的隐秘处 将我高举在磐石上 现在我得以昂首 高过四面的仇敌 我要在她的帐幕里 欢然献祭 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 耶和华 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 求你垂听 并求你连续我 应允我 你说 你们当寻求我的面 那时我心向你说 耶和华 你的面我正要寻求 不要向我掩面 不要发露赶足仆人 你向来是帮助我的 救我的神啊 不要丢弃我 也不要离弃我 我父母离弃我 耶和华必收留我 耶和华 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 因我仇敌的缘故 引导我走平坦的路 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 遂其所愿 因为妄作见证的 和口吐凶严的 起来攻击我 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 得见耶和华的恩惠 就早已丧胆了 要等候耶和华 当壮胆 兼顾你的心 我再说 要等候耶和华 诗篇第二十八篇 耶和华 我要求告你 我的磐石啊 不要向我坚没 倘若你向我闭口 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 我呼求你 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 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 不要把我和恶人 并作孽地一同除掉 他们与灵社说和平话 心里却是坚恶 愿你按着他们所做的 并他们所行的恶事 代他们 愿你照着他们手 所做的代他们 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 加给他们 他们既然不留心 耶和华所行的 和他手所做的 他就必毁坏他们 不建立他们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盾牌 我心里依靠他 就得帮助 所以我心中欢乐 我必用诗歌颂赞他 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 又是他受高者得救的宝藏 求你拯救你的百姓 赐福给你的产业 牧养他们 扶持他们 直到永远 诗篇第二十九篇 神的众子啊 你们要将荣耀能力 归给耶和华 归给耶和华 要将耶和华的名 所当得的荣耀 归给他 以圣洁的装饰 敬拜耶和华 耶和华的声音 发在水上 荣耀的神打雷 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 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 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 耶和华的声音 震破香白树 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白树 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 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 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 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 耶和华震动加底斯的旷野 耶和华的声音惊动 母鹿落胎 树木也脱落近光 凡在他殿中的 都称说他的荣耀 洪水泛滥之时 耶和华坐着为王 耶和华坐着为王 直到永远 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 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 给他的百姓 十篇第三十篇 耶和华 耶和华 我要遵从你 因为你曾提拔我 不叫仇敌向我夸耀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我曾呼求你 你医治了我 耶和华 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 使我存活 不至于下坑 耶和华的圣明啊 你们要歌颂他 称赞他可纪念的圣明 因为他的路气 不过是转眼之间 他的恩典 乃是一生之久 一宿虽然有哭泣 早晨便必欢呼 至于我 我凡事平顺 便说 我永不动摇 耶和华 你曾施恩 叫我的江山稳固 你眼了面 我就惊慌 耶和华 我曾求告你 我向耶和华恳求 说 我被害流血 下到坑中 有什么益处呢 尘土岂能称赞你 传说你的诚实吗 耶和华 求你应允我 连续我 耶和华 求你帮助我 你将我的哀哭 变为跳舞 将我的麻衣脱去 给我披上喜乐 好叫我的灵 歌颂你 并不住身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我要称谢你 直到永远 真言第六章 我儿 你若为朋友 做宝 替外人击掌 你就被口中的话语 缠住 被嘴里的言语 啄住 我儿 你既落在朋友 手中 就当这样行 才可救自己 你要自卑 去恳求你的朋友 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 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 要救自己 如鹿 脱离猎户的手 如鸟 脱离捕鸟人的手 懒惰人啊 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 就可得智慧 蚂蚁没有元帅 没有官长 没有君王 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 在收割时 聚炼粮食 懒惰人啊 你要睡到几时呢 你何时睡醒呢 在睡片时 打盹片时 抱着手 躺握片时 你的贫穷 就必如强盗素来 你的缺乏 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无赖的恶徒 行动就用乖僻的口 用眼传神 用脚示意 用指点化 心中乖僻 常设恶谋 不散纷争 所以灾难 必忽然临到他身 他必轻刻败坏 无法可治 耶和华 所恨恨恶的 有六样 连他心 所憎恶的 共有七样 就是高傲的眼 撒谎的蛇 流无辜人血的手 图谋恶计的心 飞跑行恶的脚 图谎言的假见证 并弟兄中 不散纷争的人 我儿 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要长戏在你心上 挂在你巷上 你行走 他必引导你 你躺卧 他必保守你 你睡醒 他必与你谈论 因为诫命是灯 法则是光 训惠的责备 是生命的道 能保你远离恶父 远离外女 谄媚的舌头 你心中 不要恋慕她的美色 也不要被她眼皮勾引 因为妓女 能使人只剩一块饼 淫妇 猎取人宝贵的生命 人若怀里穿火 衣服 岂能不烧呢 人若在火炭上走 脚岂能不烫呢 亲近临舍之妻的 也是如此 凡挨尽她的 不免受罚 贼因饥饿 偷窃冲击 人不藐视她 若被找着 她必赔还七倍 必将家中所有的 尽都偿还 与妇人行淫的 便是无知 行这事的 必丧掉生命 她必受伤损 必被凌辱 她的羞耻 不得涂抹 因为人的嫉恨 成了烈怒 报仇的时候 绝不留情 什么赎嫁 她都不顾 你虽送许多礼物 她也不肯甘休 她也不肯甘休